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開戰至今半年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 以色列當初說目標是要粉碎和摧毀哈馬斯 確保不再構成威脅 但哈馬斯的領導層和領導地位仍未動搖 過半數人質仍未獲釋 以色列軍方早前表示打死了13000個哈馬斯戰士 並且殺死了113個哈馬斯領導人 不過報導說名單上有重複的名字 而且包括一個在嘉山南部撞車身亡的記者 報導又說哈馬斯很多著名領導人 包括葉凱亞、辛雅爾據信仍然生還 人質方面 哈馬斯在去年10月7日突襲音樂節 俘虜了253個人至 其中109人通過換酬或單獨獲釋 以軍只是直接營救了3個人 而且目前找到12個人質的屍體 其中3人是被以軍殺害 剩下的129個人質中 以色列國最少34人已經死亡 哈馬斯管理的衛生部門說 以軍至今殺死3萬3千人 當中7成是富裕 衛星資料顯示 袈裟超過一半建築物受損或被摧毀 大批居民流離失所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作為主管 協柯